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陈崇文涉嫌收贿 图立警用监视器业者 原本呢法院是裁定两百万交保 但是呢陈崇文交保后 疑似有接触证人勾窜灭证之余 经过抗告遭到检方声压觐见 而晚间呢陈崇文是双手上铐 步上球车意外同框 对这个涉嫌虐死一岁男童 凯开的流性保姆 穿着黑色外套戴着口罩双手上铐 他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二十一号遭北院改裁定积压禁建 双眼无奈跟着队伍走上球车 但仔细一看队伍最后的女子 是涉嫌虐死一岁男童凯凯的流性保姆 两人在求出前意外同框 检察官在抗告是对原本的裁定有所不符 可能是考量之后被告可能会有串供灭证之余 所以才会再提起再抗告 十五号原以两百万元招保的他 检方认为陈崇文设犯贪污图理 是五年以上的重罪 且交保后又有接触证人有勾串面这只鱼 再加上他免疫代表的身份 会对证人有影响力 尤其交保金额偏低 能不能取代积压也是一大问题 经北检抗告二十一号北院改裁定 陈崇文积压禁建 过去陈崇文涉嫌贪污护航监视器业者台志光 疑似收受厂商数百万元贿赂 接受厂商招待多次出入不当场所 甚至在议会上利用职权要求拉高金额 不当得利上千万 经检查官调查发现陈崇文户头有两千五百万 不明金流来源征讯时却交代不清 检方最后只能将他收押 他避免串供之鱼让他好好接受司法的调查 记者中文报道